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伟层 现在呢,很开心要与大家分享 由太阳盛的导师所创作的正能量歌曲 对于伟层本身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么伟层呢,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感恩 有机会可以在《因为你》这个节目 就是有时候呢,会有机会唱歌 那么很神奇的发现啦 导师的歌曲就是一个指令 不管是歌名或者是歌词里面的意境 只要我们入心入灵的听,用心的唱出来 特别是唱出来以后 就会觉得自己的心是跟随着这一个歌词在运转的 而且生活静也会跟着转哦 比如说啊,有一次我曾在 在约末世今年的元旦左右的时间 在练习《喜乐丰盛富有》这首歌 那第一句话就是,当我唱起这首歌 心中就充满喜乐,那真的 在我唱出这一句话,而且是打从心底 而且是开出来的,唱出来的时候 憋憋的唱还没有感觉哦 但是当我实验就是,我要放开心胸的唱的时候 有丹田的把它唱出来的时候 我内心上那间,从一个有一点疲累的状态 瞬间就非常的有精神 那那个状态呢,就让我感觉到 哦,原来这个就是所谓能量的灌注 所以我曾啊,透过《喜乐丰盛的富有》这首歌曲 特别感受到,原来导师的歌曲真的都很有能量哦 说喜乐丰盛,内心马上就觉得非常丰盛 而且很喜悦哦,我的嘴角都是不由自主的上扬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唱着唱着就很开心 那像这种不求自得的幸福 是以前过往在唱比较流行歌曲的时候啊 比较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就是伟辰觉得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再来呢,还有一首歌曲 伟辰拿来做实验也觉得很有感,很有感觉 那它是我第一次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的时候 第一次实验的歌是《感恩似聚记》 那么《感恩似聚记》这首歌呢 乍听之下并不是伟辰这个领... 可能不是伟辰本来所熟悉的这样子的一个曲风 歌词也很简单嘛,就是四句话 但是呢,却非常有能量 以前伟辰看到这个四句话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问号 这是在干嘛,这么简单 然后也对他们有感觉 是有一次呢,伟辰彻底的失眠 连吞了好几颗不同的安眠药都没有办法睡着 在有一个万念俱灰的夜晚 伟辰呢,就播放了这首歌 就是已经好几天没睡好了嘛 然后,播放这首歌以后 居然,居然可以在一个不用靠任何药物的一个夜晚 就这样子,轮播了三次左右吧 三次而已 伟辰就莫名其妙的 睡了大概是两年以来最好的一场觉 那天完全没有吃任何药哦 所以啊,改真四句记 这四句话 然后播放了那三轮 就彻底开启了超级生命密码 与伟辰的这个缘分 真正的开启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所以,伟辰才会觉得 导师的歌曲真的是 是有指令的 说感恩呢 唱着唱着那种感恩的心 就油然而生 假设,因为伟辰本来并不是一个 真心很感恩的人 可能过去误解自己很真心 但是呢 练习着导师的歌曲啊 唱着唱着才有比较 那才知道说 自己的心其实以前是很固执 很硬的 那么现在 透有导师一首首的歌曲 越来越软化自己的心 那么感恩四句记真的是 如果失眠的话 听了它就是 基本上绝对是 睡得着的 而且很多东西 还有很多实验就是 比如说如果机器坏掉了 洗衣机有点故障了 或者是说 什么3C产品有点问题 好啦 好,那么以上呢 是伟辰实验 由太阳设的导师 所创作的 真的量歌曲的感受 那么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也可以 亲自来做实验 亲自来体验 祝您的幸运 幸福哦 改变跟影响哦 那因为 这个太阳设的导师 创作的歌曲啊 那都非常非常的有能量 而且是正向的能量 那 以至于呢 如果你经常的聆听 或者是 哼唱这些歌曲啊 真的可以为你的生活 增添许许多多的能量哦 那大家都知道哦 世间一切都是能量的幻化 那透过呢 这些歌曲呢 不但可以疗愈到 我们的身心灵 而且真的可以让身体变健康哦 那 举例来讲哦 就是 第一次接触到 这个 这些歌曲呢 是在 三年多前的一场音乐饗宴当中 那当时呢 聆听着 比如说像 因为爱 珍惜 珍惜爱 以及德香女人花这几首歌啊 那当天呢 哇 让我这个不断的灵魂 非常感动啊 一直不断留下这感情 感动的眼泪啊 那也在那一天结束的时候啊 整个身心灵魂觉得非常非常的疗愈而舒畅 那从此之后呢 我就觉得 哎好特别哦 这些歌曲啊 居然有这么大功效 那只是听一听 或者是哼哼唱唱啊 居然就能有一个这么大的效果 那于是呢 那于是呢 后来啊 我就参加了几期的这个天元的歌星班哦 那我一共参加了三次 那在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呢 当时有一首歌非常的吸引我 就是爱的祈祷 那这首歌的能量呢 非常的强大 那一直唱一直唱呢 真的就是会有一个很棒很棒的能量场 那当时呢 因为我原本啊 丘产是一个气血非常不足的人 那我的这个声音呢 这个因为气的不足 那没有办法拉到太长的音 那当时为了录制这首歌啊 真的不知不觉一直唱当中呢 把原本啊 唱歌的模式都切换了 原本都用喉咙在唱 后来自动切换成 复视的方式在 复视呼吸的方式在唱歌哦 那于是呢 这首歌练成的时候呢 气也变得很足咯 那从那一次之后呢 接着我又参加第二次的歌星班 那当时啊 第二次呢 我又疯狂的练唱了 另一首歌叫做感动 那这首感动呢 也让我非常感动 那这个练唱者练唱者 无形之中呢 对于周遭的人事物 都非常非常容易感动 那所以说呢 让自己的这个 爱跟感恩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呢 提升不少 那于是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 跟气场也都改变哦 那我就发现啊 包括这个精气神啊 整个都提升了 那于是说 这个看起来人啊 就非常的光亮 又有精神哦 那这个 随着这个气的这个 越来越组织后 身体也越变越健康 那再来呢 参加第三次的时候呢 就是最近的这一次 我又一直不断的练习着 一首歌就是 就在这一生 那这首歌呢 练唱着练唱着 哎我就发现啊 声音好像越变越甜美 因为原本我的声音 是属于低沉又沙哑 那随着这一首歌的练唱当中 哎我就发现啊 自己的声音啊 这个音音域呢 这往上提升哦 就是key往上提升 然后变得比较甜美 那真的整个的 这个整个人的 磁场跟气场都变得不一样哦 那我发现人真的越来越光亮 真的也变美丽哦 然后气质 也是变得更加的优雅 那整个人呢 整天都非常非常开心啊 那这个真的就是 附加的价值哎 那所以说 哼唱这个太阳神的导师的歌啊 真的不但让我们的身心灵 越来越聚合 身体变健康 人变美丽啊 一整个都往正向发展 所以说啊 太阳神的导师 所创作一百多首 这个秘之歌 非常非常值得我们 真的每天来聆听 然后不断的学习唱啊 真的可以为你的人生 加分许多许多哦 好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感恩谢谢大家 大家好哦 今天啊要来介绍 由太阳神的导师 所著作的正能量歌曲哦 哇打开网路发现 天呐 导师做的歌曲 已经有一百多首了哦 哇赶快 我们来试试看 这个秘诀在哪里呢 有一次啊 我就传了一首歌 叫做爱的祈祷给朋友哦 这个朋友说 哇你的歌曲 听的时候怎么会爆哭啊 哇我也发现 这个导师的歌曲 真的能够触动 我们的身心灵 把过去的苦 通通挖掘出来哦 所以啊这哭去是正常的哦 第一次啊 去精英会的时候 当时啊 听到的歌曲叫做 德香女人花哦 哇 他的歌词是这样的哦 女人应得而香 成就今生 大小 静于长 女人应得而香 温柔情长 地久 迷香 一朵 智慧俱足的花 圆满阴阳 渊远 慈良 这 德香女人花 德香满意 光芒永长 哇 当时刚好啊 历经一段 非常严重的情伤哦 这个身心灵都受挫 所以啊 就唱这首歌的时候 真的哭得稀哩哗啦的 哎 没有想到 这个哭完之后 竟然觉得 哎 心情真的有平静一点哦 所以啊 大家一定要 自己试试看哦 有一次啊 就是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 哇 那一次啊 没有想到我的室友 竟然没有出现哦 那当时就觉得 好紧张哦 一个人要在 这么遥远的美国 自己一个人睡觉耶 好恐慌哦 没有想到啊 这个打胎蛋蛋机来 听当时的新歌叫做 雾红尘哦 哇 没有想到 整个房间啊 周车满了正能量的回绕哦 哇 让自己 真的 这心非常的安定 也一觉好眠哦 所以啊 大家 一定要试试看哦 那最近啊 大家都很喜欢 这个导师在课程上放的新歌 叫做谁哦 他的歌词是这样子的 写一封信 给自己 想要好过 就要让过去 随风而逝 别再怨叹哦 繁华人生 就像这个玫瑰花一样哦 爱出人头地 美丽又受罪 能不能不再受罪 能不能来改写 穿越轮回 需要圆满的罪 忘了迭恋花的美 忘了我是谁 何必执着 我是谁 圆满这一切 哇 那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觉得好好听哦 好特别哦 它是台语 加国语 交错的哦 结果没有想到 眼睛啊 这个盯着课词看 哇 这眼泪就像水龙头一样 哗啦哗啦地流下来耶 这也让自己发现啊 他导师的歌曲 尘万不能只有听哦 一定要唱 而且啊 要看着歌词的上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词啊 都能够深深的打中内心的灵魂深处耶 那过去的自己 就像玫瑰花一样哦 想要表现得更好 但是啊 美丽又受罪哦 那带着刺 伤人又伤己哦 让自己的人生 真的很困苦哦 那A 穿越时空轮回 需要圆满的罪哦 那A有时候真的就是自己的执着哦 所以呢 要忘记我是谁 那A昨天啊 出了一条新歌 叫做荣耀天 哇 我好喜欢 他的第一句的歌词哦 第一句的歌词叫做 我心深处 总想画个圆 哇 这一句话 真的深深的打动我的心灵哦 从小到大 我都好想做一个家庭主妇 有一个爱自己老公 和一群可爱的孩子哦 结果啊 事与愿违哦 那A 以前啊 就是觉得自己的心里啊 就满满的孤独感哦 不过导师的歌曲 非常的有趣哦 那越听越幸福 越听越信徒 心中啊 有满满的能量哦 大家一定要自己试试看哦 好感兴趣哦 我们下期再见